10月13日,星期二晚上的鳄鱼谈 今天各位老友记可能有两件事,火都在来 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天文台 无咎厘头无情百事 找一个离开香港十万八千里远的台风 挂了这个白淘波 大家都知道今天好像风都不多,雨都不多滴 风力一分钟就不能及得到,放屁这么大 无咎厘头,大家多了一天的台风假期 多了一天的台风假期,你们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在家里做什么都可以 但很可惜,我们MIHKTV因为台风的问题 令到交通上有很多不方便 主持人来不得来录影,做不得到节目 手足花不得去设供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就要取消我们的广播服务 十万个不好意思,sorry sir 另一件事大家都很火烟的 就是原本定了在明天在立法屋里面 香港的特首臭希林郑月娥 原本就要和大家present 未来一年的香港的施政报告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大半年 香港文不聊生,失业率高企 很多的店铺顶不想着 这些低下阶层的市民 每个都杜日如年 没有钱扔口,很惨情 这份施政报告 大家有这个期望 希望林郑月娥 可以有些纾困的措施 如何帮助这些企业 振兴他们可以重新再上路 有多些就业机会 或者在基层市民里面 有些什么的撥避 有些什么的帮助 有些什么的帮助 可以令到他们过的日子 容易一些 但是奈何突然之间 这一个presentation也叫停 主要的原因 因为有条全家产牟利 在北京冲冷了来 吊了你老美南方的 温暖的南方的深圳 不可能他冲来召鸡 吊骨 吊了你老美只是唱歌 吊了你老美 全家产当然是 国家主席的社征平 那社征平也冲了来 深圳要庆祝 所谓的深圳成立 这个特区 40周年的庆祝 吊了你老美 她的老契 她的主人 吊了你老美 下来深圳 林家产 林郑月娥 就立刻吊了你 吊了你 吊了你 沐浴跟衣洗干净 瓶干水 找回吊了你 笼底的 吊了你 底褲 鱼网 私密 高跟鞋 吊了你 塗那个口红 化个美妆 噴个香水 飙行 去深圳 见他主人 什麽 关于什麽 施政报告 他不够你 扎一再 重复 那样也可以 你试试哪个私营机构里面的打工仔 你老板叫你领导 订了日子整个桌子都来了 想听你说话 你突然间说你要去找孩子 你不订了,上班领导 你说这样子都可以吗? 当然了,在现在的林郑月娥以为 立了这个国安法,她大了 她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了,香港人的福祉完全不够你了 那为什么她标行禁止了立法局里面的施政报告呢? 因为她说这个老闸应该有些东西 就是想到我们的香港 她要先听一听 然后回来就在她的施政报告里面 那没他的,你可以照片 跟着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说有些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想提 她现在要将这个施政报告 押后到这个11月底 还不想知道哪一天 才和大家去present 那就是说些什么呢? 即是说她有机会 听完老闸的这个B评之后 她回来要将她这个 原本已经印好了 打了,印了彩色 准了,准备备好了 typo都查了的施政报告 全都帮我扔了 张君浩这个推田居 重新要再写过 哇,这么大支东西? 换句话说 很简单 今次回来 听完B评 她就要拆鞋 她就要屌你老母 看老闸有什么要求 要水给水 要人给人屌你 要交商户 交商户 做一年串的事情 要配合这条斥头 藍来来来 讲她这些的鸿途大计 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首长 她当然要支持老闸 她当然要做些事情出来 要表忠 为什么要表忠呢? 一会再跟大家去讲一讲 因为这个跑马仔活动又来过 他当然要表忠之余 就是要将香港的福祉 和这个特区政府 加上一个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 跟同一个方向去 既然跟同一个方向去 我当然要订回那些政策 我看一些budget 看看怎样去撥发 撥回整个鸡头 跟着老闸走这条死亡之路 香港人说好这些福祉 关人交是四个大字 香港人 给她公衣捉食 有这么多钱 五十万一个月 她老公她的儿子 有利益 她住一家屋 哪些人保护她 这些洗肺 全交道都是我们给 我们只是李老板 林郑月娥 你交供货 交给我们 不是交给老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件事就见得到 中国已经是 当香港就是一个 完全不是一个 特别的行政区 没有这个自治权力 香港所做的事 绝对要配合中央 香港人就 抓紧就命 跟着中国的方向去走 说好料的自治 说好料的我们自己 自己可以 港人治港 完全都不是那一回事 香港根本就是 要配合中国 要怎样行 应命 香港人 很惨 大家都很想讨论 但是当然 我也和方占博 有谈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社睁平 来南来深圳 主要有一些事情 就是说一些 新的政策 而新的政策 就包括了 这一个人民币数字货币 人民币数字货币 那我一听起来 我就立刻 已经打起个突 因为我觉得 因为这个 社睁平 现在正在走的一条路 就是把中国锁起来 封关锁角 很像 形势也很明显 不想让钱走 也是要人民 在笼牢里面 根据中央去管治 通常要推出 这个电子数货币 我们的预计就是 因为他的政治充满了危机 他的经济持续恶化 现在已经日益增加了一些 生存的困难 所以靠这个电子货币 枯分回钱 不让钱去流走 而习近平 今次下来深圳 去谈这一件事 亦都准备 由这些试点变了 所以就来全国去推行的时候 当然了 我要上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我同时问了方展博 当时我听过 将中国要推出人民币 数字货币 是不能兑换一些黄金和外汇 究竟是否事实是有这样的存在呢 方展博就说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 旧的谣言 中国里面已经很 低调地处理这一件事 但同时之间 亦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传闻 一直都没有否认过 好了 即是换句话 有个possibility 即是说 这种数码的电子人民币 其实就等同 像你去欢乐天地玩的金币一样 即是这个金币 在欢乐天地里面做什么都可以 但离开了欢乐天地 就做什么都不能够 即是换句话 要限制钱 就不能允许再流出 而同时之间 我们也问了方展博 那最近是不是香港里面 有这么多热钱涌进来 是吗 香港银行的体系 结果去到2800亿那么多 经常都冲击7.75的强力兑换保证 那是不是不停要扔钱下去 那是不是已经很多钱冲进来 这些钱是不是中国呢 方展博就得了第一时间来博弃 你错了 已经不是2800亿了 现在已经是2936.86亿这些港币 投入了这个银行体制里面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 特区政府还扔掉了68亿的港元 下来出来 即换句话说 很多很多热钱进来 不过这些热钱 并不是在中国里面流出来的资金 哇 有这种事 即换句话说 习近平成功枯死了 很多大陆的钱 少了跌了来香港 那是怎样去做到这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些政策规范 限制国民去旅游 限制他们去外游 也都无论高级也好 低级也好 只要兑换外汇 暂停提供服务 即换句话说 所有的钱也都要继续 在中国的境内 中国的外汇的储备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 就是31,646.1美元 最新更新的报道 就是31,425.62亿美元 即换句话说 这个差别是少了221亿美元 其实以这么大的国家里面 隔了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 是少了200多亿 其实不是很大的过分事 因为你都要买东西 买粮食 买卡的东西 没有了这个钱 也是合理的 同时之间看回它的黄金储备 应该仍然是 6264万盎司 即换句话说 走资的情况 是不是的 是多 那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方展博就说 最近你还记不记得 因为美国和中国吵架 那很多 已经在原本 在华尔街里面 上了市的中资企业 现在都被人插着它 它那盘数 它那个会计的requirement 之前都不知道 为什么 被它上了市 现在就开始要测试 看看它不符合 这些课程 如果不符合这些课程 之后呢 不符合美国的 会计准则的要求 这些的中国企业呢 全能部 麻烦你帮我 脱牌 退市 拉斯吉路 离开美国 那有一个 脱牌的危机 就发展了 那好了 它都要靠在外面 要上市 要吸水 不是吃小蕉 要怎么吸外汇 所以 现在应该 川展博的prediction 就是说 在美国的大选 未完成之前 还有一个空窗期 就是在现在 开始有二十多天 这些企业呢 这些企业呢 就开始呢 可以运钱 回来香港 准备上市 而很多的 这些美国的 金融华尔街的 达马萨呢 也都会帮他们 去包销保证 进行这个路演 希望在香港里面 再上市 因为他们做这个 保证的时候呢 就可以分一杯斤 赚一下钱 当然在这个大选 未完结之前 这个prediction呢 这个trend 就仍然持续 所以有很多的钱 就湧到香港里面了 那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有一只 这个重头的年底的 这个股票 蚂蚁金服呢 就会在香港 就挂牌 会上市 现在在申请 正在做roadshow 那希望可以 集资三八五十亿的 这个美元 那有史性呢 就是历史性 最能竞抽的集资活动 那也都是打破了 前一排的 沙地亚 达的这个 亚美城的历史记录 那是 那么多钱 要集那么多支 那同时之间 有很多被迫退潮的 这些中资的企业 要回来香港 那么这些的 华尔街大代 金融大代 就找全家产的 这些什么仆街呢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想到外国的 只要哪里找到水 他都会帮忙去做 那所以 that's why 他就会回来 配合这些的中资企业 是吧 希望在香港 做这个的上市的活动 他也做一些 保险包底的 这些的促销 那么在这方面 希望拿到钱 所以那些钱就这样进来了 那所以 方展博也有一个 prediction 他就说 老习今次南来 而这些的 腾讯 大妈撒的金融公司 在深圳里面 比比街市 即是换句话说 老习也有机会 来给一个分市 就是要这些人 无论如何 今次这一个 蚂蚁金服 在香港尝试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当然了 林宾月娥 听到这个 briefing 也都可能要回来 做一些东西 都要配合这一方面的东西 明确老板要求的东西 他要做 想得到 那好了 当然刚才所说的 这个 人民币 数字货币 那这个 也是另一个 agenda 老习要立刻要做 那这个 agenda 当然是一个 封关锁角的 这一件事 是吧 这一个大前提 因为变相 好像我之前在俄虞谈也有说过 就是一些 好像 这些电子粮票 电子军票 这样的情况 他限制你用的东西 孤狠死你做一些东西 解释少少 这个人民币 这个数字货币 这次下来 他立刻推出 希望全国实行之下 就想好很多东西 就希望这些中国人 就会试验这一件事 也都允许了 5万个幸运大州长 大家想成功开户 就立刻可以有 这个5万封的电子 这个的 这个的 利是红包 分顿出去 每封是200元的人仔 那便利诱这些 那是无他的 他便会利诱你们 麻木你们 习惯了之后 接着他就为所欲为了 那这个的新科 金融科 高新金融科技呢 其实呢 他为什么会推出呢 美其明他说 哎呀那些面钞太够脏了 现在发行这个电子货币呢 亦都可以减轻这个 成本问题 实际这个 由中央银行 去发行的 这个电子货币也是实名制的 那英文就叫DCEP 换句话说呢 他不需要一些WiFi呢 只要大家有相同的电子钱包 你可以给钱给我 我可以给钱给你 那样 那非常之方便的 那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潜伏了在这儿 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呢 通我们要了解这个呢 这个数码的钱呢 由这个大陆的中央银行发行 那他其实也都可以呢 因为有实名制的情况之下呢 他可以凭你的电子钱包 追踪过你所有的交易 和你的金钱的流向 就是说你买了这个 忍痛红波 买了这个震胆 你买了一个的韦哥 你去哪一个的Sona 你去哪一个色情网站 全部这些电子货币的流向呢 他完全可以keep track到 了解你这个人呢 他根本是做些什么的事了 亦都是因为一个 实名制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打压一些的疑忌 control 和监控一些的 他眼中钉 他人的finance status 和他花的钱 会在哪里 那基本上呢 就是奉行着呢 就是这个 去哪 做什么 中央都会智能得到 加上他一个的大数据 人面识别 手机的支付 直接就是1984 一个国家体制 这种情况 限制人民的洗钱 资料到你流向 完全去监测 等你想订钱走 给钱什么的人 完全都可以资料到 你做什么的事了 那好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那很明显 限制资金的流向 中国的经济 就是一个很惨情的现象 也可能是一个 糧食的危机 已经是充斥得到了 同时之间呢 这一样东西呢 中国呢 就是推行一个 叫做 计划的经济 那就是换句话说 他会叫一些人民 将他们的现金 限时硬黑之后呢 就要换了 这一个 电子的人民币 那同时之间 那些贪官呢 那就不错了 我坐了 几十亿在我家里面 那我怎么把它换呢 一换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我的钱 一问你 怎样拿一亿二亿出来 换电子货币 那些钱怎样来的呢 你只不过是 某一条村的村委书记 他说 为什么你要换这么多钱呢 你怎么贪官这么多钱回来呢 那就含了 就含了像皮糖了 那也都是把这贪官 找回来的钱呢 就完全是 蒸发了它 那同时之间呢 因为 这一样东西呢 亦都可以有效地呢 之前他们揽印的人民币呢 可以经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抵消了它 怎样去抵消呢 很简单 它限制哪个哪个的人 去换钱 不过是说 亦都有很部份的 已经过分了出来 印了出来的人民币 没有办法 变了做这个电子货币 就因为是这样 就是报销了 就是减低了 就是一个揽印的这个 贬值的这个危机 那好吧 亦都可以同时之间 有一些负债累累的地产机构 好像这些的恒大那样 政府就是注钱进去 他那里注这些电子的钱给他 而这些电子的钱 他一定要用来 在还债里面 你都知道的 那些基金很混乱的 这些公司 你给了钱帮他手 他一个不认意 走去又去买地 一个又走去不认意 又去收购买些东西 这个波率越滚越大 那就是含家产 所以这些钱 扔掉了给他的时候 亦都是逼使他 一定是 只是可以去找给某一间银行 那便变成了 政府就可以帮了他 印这些电子货币出来 令到他减少债务 去从时之间 令到他这个债务危机 得以一个的纾困 那当然 当然 同时之间 你如果 美国和中国 继续去有什么 麻烦的时期 这些人民币 大家都会害怕 要想去去换美金 又去换了这个电子货币 好像我刚才那样说 不能准去换美金 不能准去换黄金 限制了你 那你就不怕大幅的 这些贬值的情况会出现 那所以他是完全去想这些情况 去令到 中国里面 可以保持这些钱 是不能走 也都是因为 他现在的经济情况 很困顿 所以他要做这个 的issue 出来 那更加当然 他一定要担心 就是说 其他的G7的 这个民主国家 如果他们先走 他们推出了这个 电子货币 我便大想 不想 我一定要快想 我要先走一步 我要立刻推出 这一件事 不要想得再等 等都不等 不等 再加上 这些财富通 REPay 支付宝 因为这些电子支付的情况 立了很多的人民币 令到银行里面 也都是擠提 很容易 就不够钱 用了这个电子货币之后 在这些REPay 财富通里面的钱 全部变回电子货币 那些钱也不用担心 在银行里面 就不够钱去应对 那很多原因 他这样去做 那我不详情 我不再解释 只要大家记住两点 就是说 他用来监控这些市民的流向 限制这些钱要怎么用 有计划这样去 要做一些经济 譬如很简单 他只是要你的电子货币 只是可以买到米 这些了 有一些油 买得到这些裏的衣服 其他什么都堅39 stocks了 會做什麼的呢 那我覺得呢 所以他要回來重新 循環他那個施政報告 那當然是要拆他老闆的鞋 香港會傾盡全力 支持 中央要做到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是紅毛他的 明年有人做夠夠了 任期就戒滿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換取他繼續再坐一會呢 那大家就可以想一想 一個清純的 剛剛落海的這些AV女優 開頭那時候就是 半掩皮靶半遮臉 臭臭哩哩的去拍這些咸片 接著越拍越大 越拍越猥瑣 3B4B 又中出又20年發 到最後 繼續要生存下去 屎屎尿尿又要吃 人壽膠也要玩 林鄭月娥 就是現在在這個情況裡面 她都不想你們香港人 是怎樣去看她 她要繼續下去 近乎骯髒的事情 她都會做 聽說完畢 這次下來 會不會是繼續要 你可不可以哄這個 老闆歡心 要扮演一個 打得的角色 要執行所有 習近平要他做的事情 有多骯髒 有多猥瑣都要好 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我覺得都沒有怎樣走雞了 所以呢 這次去南來 一定是在談的事情 一定是這個 兩大的政策 那我想 林鄭月娥 就一定要全力配合 利用我們香港人的福祉 去走這條路 各位好自為之 是吧 不會有好消息 只要效益 橡皮堂 香港已經陷入一個 萬劫不復的地步 因為要走一天 不想死 一天會出賣香港人 就屌你到尾 走去支持這個 屌你到尾 就屌你到尾 為你了